只要是人族修炼者,就免不了会频繁与人黄网络打交道 对于人黄网络的气息,每个人都无比熟悉 尤其是在神城中,人黄网络的力量更加强大,气息也越发明显 伴随着明黄光芒落下的白云,清晰无比地散发着人黄网络的力量 比起林墨宇,任何一次感受到的都要强大 之前的人黄网络只是干涉现实,而现在,却是在现实中真正体现出来 林墨宇养着脑袋,看着从空中落下的白云 白云散开,笼罩整座人族塔,紧接着人族塔变成一片星海 海中出现了一个个虚影,虚影都是人族曾经的强者 有神王,有神尊,有彼岸 更多的是无数的敌族,可怕的敌人比人族多上许多倍的敌人 人族前辈浴血而战,为了人族与敌人大战不止 血肉洒满星空,他们寸步不退 坚强无敌的意志在星空中汇聚,连带着血肉,结成了一座高塔 无数强者站在塔上,朝着敌族打出致命一击 无数强者站在塔上,被人打成血沫,依旧不散 无数强者 林墨宇看着这一幕,心中大受震撼 这就是人族塔的由来 人族塔是无数先辈用他们的血肉,无上意志,铸就而成的法宝 眼前703所见,震撼人心,震动灵魂 压在身上的无形高山,那是来自人族前辈的血与肉 是他们的嘱托,是一种责任,强者,要为人族撑起一片天,争出一片生存的空间 林墨宇心如明镜 我为人族,人族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 话音落下,无形高山消失,身体随之依倾 光芒笼罩下,林墨宇有一种轻快之感 人族林墨宇,请将你的意志投入人族塔 耳边响起人魂网络熟悉的声音 林墨宇灵魂一动,凝聚出属于自己的意志,投入至人族塔中 人族塔轰鸣震动,白云之上,无数前辈同时看向林墨宇 接着,林墨宇见到自己的意志,在白云上凝聚成形 自己也变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员 这一刻,林墨宇感觉自己和人族塔有了更深层次的联系 从此以后,身上多了一份责任,属于人族的责任 经验证,人族林墨宇,编号1003 超额完成神城晋升任务,现在开始计算奖励 奖励1,神城等级提升至终极,奖励2,成功摧毁精英族堡垒 奖励神城功勋1000点,奖励3,超额完成任务 击杀精英族神王、小神尊以及神尊,奖励神城功勋5000点 奖励4,在作战中表现极为突出,单人完成任务 奖励神城功勋5000点,林墨宇看着奖励,收获出乎意料 神城功勋获得不易,对于初级人员来说 一次普通任务也就10点,20点神城功勋 终极区域的任务奖励会稍多,一般也就几十到一百 自己一次的晋升任务奖励就是超过万数,确实有点惊人 看上去,提升到高级,似乎也不难啊 林墨宇自言自语着 这话他也知道,只能私下说一句,作为调侃 若是被别人听到,任何人都想动手打死自己 转神城功勋,哪有容易的事 林墨宇回忆着任务的整个过程,知道自己能获得这么多奖励,也是理所应当 自己不是普通的超额完成任务,而是超额不知道多少倍 神尊就杀了二十多个,神王和真神家一起,将近百万 而且还是自己独自一人完成的,根本不用和别人区分 能获是一万一千点神城功勋,理所应当 头顶的光芒如烟花般炸开,耳边响起如雷掌声 白云上,无数前辈虚引鼓掌,似乎是在恭喜自己 林墨宇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待遇,但他清楚 自己在这一刻,完全受到了任祖坦的认可 片刻之后,掌声转弱,白云逐渐消散 可是头顶的光芒依旧存在,依旧笼罩着自己 一切还没有结束 人皇网络的声音再度响起 人族林墨宇,根据规则,符合晋升标准 军衔提升至将军,奖励一,获得荣耀将军军衔 奖励二,通过交易,获得三百二十六万军功 奖励三,击杀敌祖彼岸境,获得一百万军功 奖励四,击杀敌祖神尊,获得五十万军功 奖励五,击杀敌祖神王及真神,奖励三十万军功 奖励六,摧毁敌祖堡垒 奖励两点军需点,五点贡献点 神城晋升任务完成 后续的任务也可以继续进行 一大串奖励下发,让林墨宇感到意外的是 军方的军衔晋升任务,竟然不用做的 林墨宇猜测,是因为自己杀了彼岸境和大量神尊 相当于提前证明了自己的资格与实力 所以才不需要执行军衔晋升任务 如果还要执行,总不能让自己去杀圣尊吧 战场上,各位军团长也都是将军 同时也是神尊 以他们的境界,顶多也就杀一下敌祖神尊 交流群二,九景号五,九龄与零大于七小于一 由此可以推算出,晋升将军的任务 最多也就杀一下敌祖的神尊,自己也算是超额完成任务 没理由不给晋升 后续的奖励的全部军功都给算上 林墨宇发现自己的军功已经超过五百万 也就是说,自己成了五阶将军 林墨宇觉得自己应该是人族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将军 毕竟按真实年纪来算,自己现在才半百而已 别人在与自己一般大的时候,连超神境都没到 而自己就差点要进入神尊,费尽力气才停在小神尊 五阶将军,单论军衔,已经比军团长还要高 这些军团长都是多年来,一场场大战打出来的 而自己只是完成了一次任务,救了一次人而已 看来,依旧拳头才是硬道 只要够强,什么都会有 若是实力不够,摆在面前的奖励也拿不走 等到奖励全部下发后,头顶的光芒终于消失 林墨宇朝着人族塔鞠躬行礼,随后转身离开 人族塔是人族前辈血肉抑制著成 值得他这一礼 人族塔外,阳光明媚 巨大的恒星为星辰带来光亮 看见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修炼者 人族世界呈现着一片繁华 人族如今强者无数 神王多如牛毛,神尊数以万计 就算是彼岸境,都有不少 人族已经变得很强 而且将来还会越来越强 林墨宇脑海中还翻腾着之前看到的一幕幕画面 一时间竟然难以平静 他顺着人群前行,漫无目的 等到心情逐渐平复时 他发现已经无法继续前进 前方人满为患 在远处是座巨大的圆形道场 道场前聚集了无数人 大家都翘首以盼 等着道场大门开启 人虽多,却不宣杂 这是雪沙神尊要讲道的地方 作为初级区域的主星系 与别的星系总是有些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道场 也正是各方神尊讲道的地方 道场是林家设立的 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网 吸引来大量神尊,为世人讲道 在讲道之时 很多人都会产生感悟 甚至有人当场突破瓶颈 从中也能选出天资强大之辈 可以视为人族栋梁 林墨宇的到来 再度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林墨宇实在太耀眼 不管走到哪里 都如同星空中最明亮的星辰 但是幸好 在场众人修为不差 最弱的都是神王 神尊也在其中 虽有一些木墙心理 但不至于厚着脸皮过去拉近虎 而且现在 这个场合 雪沙神尊即将到来 很多人的注意力 也集中到了雪沙神尊身上 在林墨宇耳中 讨论雪沙神尊的话题 十分之多 他听了一会 已经把雪沙神尊的过往 性格都了解了七七八八 至于对不对 那就不好说了 雪沙神尊本名林沙 出自林家 有着巅峰神尊的修为 在神尊境前 他所修炼的是林家的杀戮法则 属于第二梯队的法则 杀戮法则在第二梯队法则中 属于中等篇上 雪沙神尊在同辈之中 也不算太过出色 他按部就班修炼 做任务 入秘境 进战场 不停战斗 这也是杀戮法则的特色 可以在杀戮战斗之中 加快修炼速度 可即便如此 雪沙神尊的修炼速度 依旧不如同辈中的几位天才人物 一直到成就神尊 雪沙神尊的名声 依旧不显 后来 他离开神城 离开四大星域 去真正的大世界冒险 获得了一次机缘 开始领悟第二个法则 是雪法则 他将是雪法则 与杀戮法则互相融合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血沙之道 从那一刻起 他开始变得逆天 开始超越同辈 他进入白虎战场 白虎战场里 人族的主要对手是三银族 他一个人在战场里 杀得三银族抬不起头 比较有名的一场战役 当时卸杀神尊 以神尊三阶的修为 对上五名三银族神尊 五名三银族神尊 任何一个修为都要超过他 最高一个已达神尊五阶 一番大战后 依旧被他反杀 五人一个都没能逃出去 雪沙神尊后来又离开战场行走各方 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各族都想杀他 对他进行围剿 雪沙神尊却是越杀越强 雪沙之道的大名 响彻星语 后来在白虎战场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人族十号堡垒的位置被发现 白虎战场的镇守也被三银族的三名巅峰神尊 联手击杀 三银族大军包围了人族堡垒 空间被封锁 里面的几十万人无法逃离 雪沙神尊在最后关头赶到 他以神尊八戒的修为 独斗三银族的三位巅峰神尊 到了他那个层次 差上一阶 战力就会差上一大截 雪沙神尊很强 如果一对一 巅峰神尊并非他的对手 可惜一对三 雪沙神尊也落于下风 后来雪沙神尊以密法强行提升境界 升华自我 达至巅峰神尊 逆斩了三银族的三位巅峰神尊 后来他又率军反杀 击退了三银族大军 保下了堡垒 那一战 也可以称得上是雪沙神尊最为辉煌的一战 之后 雪沙神尊离开战场 返回神城 极少出现 不过在白虎战场 几千年来也一直流传着有关雪沙神尊的传说 雪沙神尊的故事通过人皇网络 被无数人得知 在神城中 他的名声也很大 雪沙神尊是四干年前的人物 四干年都没有进入彼岸 林默宇知道他想进入彼岸 很难了 强行提升境界 损伤了根基 真是可惜了 林默宇在心中轻叹 要不然以雪沙神尊的能力 进入彼岸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能把两种法则融合到一起 其难度之高 非普通人能做 好圣尊曾经提过 那些真正能进入彼岸境的 往往都是一些稳扎稳打的人物 很多天骄般的人物 都像彗星一样 耀眼一时 随之熄灭 在林默宇看来 雪沙神尊和朱祁武 都是同一类人 听着听着 林默宇的眼中 忽然透露出些许古怪 竟然有人拿着他 和雪沙神尊进行比较 有人觉得 自己修炼太快 根基不稳 早晚有一天会止步不前 不如雪沙神尊这种稳扎稳打的人物 林默宇对此表示不知可否 下虫不可与兵 不过林默宇对雪沙神尊 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想看看 这位四千年前的传奇人物 天空中飞来一支千人队伍 站于半空之中 将整座道场围了起来 他们穿着统一的服饰 袖口 灵口 都有相同的标记 标记是一片树林 这是林家的人马 林家作为主星系的管理家族 有着在这里飞行的特权 人们觉得 林家人是过来维持秩序 所以并不惊讶 这种事 林家也不是第一次做 终于 道场的大门开启 等待多时的人们 立即蜂拥而入 忽然间 树道人影飞上半空 他们脸上带着慌张 不受控制的道飞出去 半空中 那些林家人纷纷出手 将被镇飞的人员接住 随后平安地送往远处 林默宇发现 被镇飞的人 修为境界都不高于神王五阶 他们被镇飞时 全身僵硬 动弹不得 这一幕 让所有正要 进入道场的人脚步一顿 这时 有林家人飞出 出来的是一位神尊七阶的强者 高阶神尊 下一秒 他的声音朗朗传出 血沙神尊讲道 灵魂不够强者 听之有害无益 故而 我林家布置阵法进行筛选 所有境界不够者 无法进入道场 道场内 距离中心越近者 听讲效果越好 同理对灵魂要求也越高 为保证众位道友安全 请不要勉强 根据自身的能力 选择相应的位置就做 他这一解释 所有人才明白过来 竟然是如此 对于林家这一做法 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支持 我曾经有听闻 有人在听讲道时 吐血受伤 看来都是因为境界不够 没错 境界不够者 就不要来听了 林家这样做 真的就是为大家着想 想的真是周到 但也有些人脸色并不好看 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并无信心 不知道自己能否得去道场 若是连大门都进不去 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刚才被震飞的数十人一个个都没脸留在这里 已经灰溜溜的走了 可大多数人还是有信心 再度朝着道场前进 管他呢 丢人就丢人 老子不信 自己连大门都进不去 就是 好歹修炼了上千年 连这么点勇气都没有吗 正好试试自己的境界 大家再度涌向道场 不断有人进入 也不断有人被震飞 被震飞的人一个个都灰溜溜的离开 根本没脸留在这里 能进入者凭借的不是修为 而是灵魂 所以有些神王三阶的人进去了 而有些神王五阶的人却被淘汰了 有的时候 灵魂境界和修为境界并不相等 灵墨宇能够理解林家的做法 灵魂境界高往往代表根基扎实 底子雄厚 资质优秀 而且灵魂境界越高 遇到的瓶颈就越少 就像灵墨宇 灵魂境界远超修为境界 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瓶颈 灵墨宇顺着人群前进 同时也在观察 他注意到 被道场大门拦下来的人灵魂时示弱的可怜 甚至就是刚达三品境界的那种 只要在三品境界中前进那么一点 不用太多 和修为境界齐头并进403 达到神王三阶就足够进去 那些被震飞的家伙 也属于没什么前途的存在 灵魂不只是在保护他们 也是在筛选 把弱者淘汰 神城中看似竞争不激烈 其实处处都存在 这种人 其实已经被淘汰了 他们可能一辈子也就是如此了 林家以一种自己的方法 把世界的残酷现实 展现在众人眼前 至于能懂多少 那就看你自己了 林墨宇跟着人群 来到了道场的大门前 一层薄薄的雾气萦绕在门上 他微微一笑 信不走了进去 道场内 也若有若无飘散着雾气 整座道场成圆形 一排排的阶梯围绕而坐 越往外座位就越高 距离中心也就越远 在中心点 有一方直径仅十米的清玉台 目前上面空无一人 血沙神尊还没有到来 有不少人已经落座 还有许多人正在朝着中心前进 不过他们很快受阻 一个个仿佛撞到了无形的墙体 带着闷横退了回来 也有人受阻或不信邪 爆发出惊人气息 想要冲过去 但是没用 他们依旧没能成功 阵法是以灵魂境界进行区分 境界强弱 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距离中心清玉台仅有十米的地方 放置着一些蒲团 这是距离清玉台最近的地方 也是要求最高的地方 目前无人抵达这里 接着 距离每远千米 就会放置上蒲团 要求也会相应减低 位置也会高上一层 一共有二十层 也就是把灵魂强度 分出了二十个层次 林墨宇观察了一会 大概知道了具体层次的划分 从第一层至第三层 都无人落座 第四层开始 已经有神尊坐在上面 那是位高阶神尊 第五层上坐着的 则是神尊六阶 如此越往外 境界也就越低 神尊每差一阶 实力就会相差很多 很难越界 从第十一层开始 坐着的就是小神尊 再往外就是神王 有点意思 一层一个分层 精卫分明 林墨宇双眼微微发光 对灵魂进行如此精细的区分控制 已经不是普通阵法可以做到 林墨宇从阵法中感受到了 规则与符文的力量 应该是用符文组成了阵法 而且出自彼岸镜的手段 是林家老祖布置下的阵法 林墨宇在心中想着 抬不向前走去 他原本就受人关注 在道场内 许多人都在暗中注意着他 林墨宇修炼至今的时间极短 这么快就达到小神尊境界 很多人觉得他根基不稳 境界是上去了 但灵魂强不到哪去 灵魂的提升 可是比修为提升要难得多 他们也想看看 林墨宇能走到哪里 他是小神尊 应该可以走到第十一层 应该没问题 我听闻他的战力十分强大 灵魂应该弱不到哪里 十一层肯定没问题 我觉得他应该能走到第十层 难 第十层是神尊的范畴 你没看见吗 第十层里没有一个小神尊 走到第十一层是正常的 如果连第十一层都走不到 那就让人失望了 很多人的目光极为复杂 支持灵魂宇的人 希望灵魂宇能走到很前面 那些嫉妒灵魂宇的人 却希望灵魂宇走不过去 最好连第十一层都走不到 人的内心很是微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灵魂宇把众人的声音听在耳中 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对于这种言论 灵魂宇毫不在意 神龙不会在意你的眼光 灵魂宇走得并不快 行走在淡淡的雾气中 走过了一层又一层 逐渐靠近清玉台 转眼间 灵魂宇已经要靠近第十二层灵 灵魂之眼早就睁开 同时用心感受着阵法 目前来说 他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 他走到第十二层了 他走得很稳 没一点压力 看样子 走到第十一层不成问题 灵魂宇在众人的注视下 平稳地度过了第十二层 走进了第十一层 第十一层是属于小神尊的层层 也是灵魂宇目前展露出来的 修为境界 灵魂宇在走进第十一层后 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前进 他还在前进 他要去第十层 第十层是属于神尊的呀 目前还没有哪个小神尊 可以走进去 看来灵魂宇对自己的灵魂 很有信心 不知他的灵魂 是不是达到了四平 看看不就知道了 如果灵魂没达到四平 肯定会被撞回来 有人眼中带着冷笑 想看灵魂宇如何被撞回来 看到别人倒霉 尤其是天才倒霉 总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他们会说 连天才都做不到的事 我做不到也正常 在数万双眼睛的注视下 灵魂宇依旧很平稳地 走过了第十一层 正式踏入第十层 这一步对灵魂宇来说 轻松随意 可是对某些人来说 却如雷霆霹雳 他们感觉 自己的脸被灵魂宇打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疼 灵魂宇步入第十层 和神尊肩并肩 一味神尊面带和善笑意看过来 年轻人很不错二 灵魂早早达至四品 真正不如神尊 应该不久 灵魂宇停下脚步 微微行礼 多谢前辈 晚辈还差得远 神尊轻笑道 很谦虚啊 谦虚是好事 但有的时候 也不需要过分谦虚 过来坐吧 这是你实力争来的席位 灵魂宇点头 晚辈受教 但晚辈 还想再前进一点试试 说着灵魂宇再度朝着前面走去 走得依旧很平稳 刚还夸张灵魂宇的神尊沉声道 年轻人 偶尔吃个亏 也不算坏事 至少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逐渐的 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灵魂宇距离第九层越来越近 步履轻松 毫无压力 难道他的灵魂 强于老夫 他的声音中 带上了一些不可置信 众目下 灵魂宇踏入了第九层 第九层 是属于神尊二阶的那一层 灵魂宇踏入其中 顿时迎来几位神尊二阶强者的目光 他们的目光中并无恶意 有的只是对灵魂宇的赞赏 修炼了几干年 神尊们的嫉妒心早就被抹平 他们对灵魂宇 只有对优秀后辈的赞许 大部分神尊 都希望人族能出现强大优秀的后来者 灵魂宇这个堪比战神的后辈 在他们眼中 就是如此 灵魂宇越优秀 他们越高兴 灵魂宇能够清晰感受 朝着几人微微行礼 随后继续向前 不是吧 他还要向前 再向前就是神尊三阶了呀 他的灵魂 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以后他成为神尊 也是一路平步清云 毫无平静 灵魂宇实在是太强了 不知道他能走到哪里 我感觉第八层应该是极限了吧 就算要变态 也该有个限度吧 万一 他是变态中的变态呢 灵魂宇吸收了道场中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不只是神王 在场的神尊的注意力 也全部灵二集中到了他身上 还有天上灵家的那位高阶神尊 此刻也居高灵下看着他 灵魂宇此刻旁若无人地走着 一步接着一步 第八层 他轻易地迈了过去 接着是第七层 依旧没能挡住他的脚步 第六层的神尊纷纷起立 好像是在迎接他的到来 能在第六层里的神尊 已经是达到五阶 在神尊中也不属于弱者 接着灵魂宇在他们的注目里下 走过第六层 朝着第五层走去 他距离清玉台越来越近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百万双眼睛同时盯着灵魂宇 每一双眼睛都瞪得老大 嘴巴同样如此 眼神中有羡慕 有激动 有震惊 有惊惧 灵魂宇就是这样 走进了第五层 正式步入神尊六阶的领域 这里的神尊数量已经不够 仅有八人 八位神尊六阶的强者 同时看着灵魂宇 他们的目光和表情都极为复杂 灵魂宇能走到这里 完全超过了他们的预料 能走到这里 代表灵魂宇的灵魂 已经达到了四品中等 至少灵魂宇在修炼到神尊六阶前 不会遇到什么瓶颈 他们都知道一些关于灵魂宇的信息 他们清楚 这是一个连百岁都不到的年轻人 这种年纪 在人族的历史上 从没有出现过 即使是这次要讲到的血沙神尊 在年轻的时候 都远不如灵魂宇如此惊艳 可是 真正的震惊才刚刚开始 灵朝着来到第五层 对着几人微微一笑 随后继续向前走去 这一下 给了他们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难道 他要进第六层 若是成功 那就是四品高等的灵魂 实在是太过恐怖 他是怎么做到的 即使有人说 他得到了远古传承 也不至于如此 你说 他不会是哪个远古强者冒充的吧 不可能的 你当人魂网络是假的 他们没办法解释 灵魂宇的存在 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其实不只是他们 朱祁武也好 后来的好圣尊也罢 都有过相似的疑问 灵魂宇面部改色 步入第四层 第四层中 仅有三位高阶神尊 高阶神尊 神尊七阶 与之前完全不同 他们的身上 不自觉散发着威压 以丝规则之力缠绕全身 灵魂宇停下了脚步 开启灵魂之眼 在这里 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 查看整座阵法 阵法的核心 就是数千米开外的清玉台 他终于停了 竟然和高阶神尊并肩 他的灵魂 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传闻不是假的 灵魂宇真的很强 不知道战神大人 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有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你去战神殿问问不就知道了 我会被他们打死的 树西后 灵魂宇重新睁开眼睛 这个阵法 他还有些看不透 不过他有六成把握 阵法出自彼岸境 灵魂宇与几位高阶神尊对视 微微点头 几位神尊 隐隐有一丝错觉 好像自己受到了灵魂宇的肯定 双方的地位 似乎有些反过来 而且灵魂宇身上透露出的威压 似乎比他们更强 这是因为灵魂宇开启灵魂之眼 比暗境灵魂威压透出的关系 就当所有人以为灵魂宇 要找位置坐下时 灵魂宇又动了 他还在前进 此刻 万籁俱寂 裸真可闻 之前还在说话的人 现在都闭上了嘴 连呼吸都停了下来 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奇迹 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灵魂宇却像是喝口水那么简单 轻轻松松走到了第三层 第三层没有人 这里原本应该是神尊八阶的区域 现在却迎来了一个小神尊 灵魂宇又停留了树溪 感受着这里的气息 这一刻 没人敢肯定他会在这里停下来 反而都在猜测 他还会不会继续往前 数秒后 灵魂宇果然又动了 第二层是属于巅峰神尊的 也就是神尊九阶 灵魂宇用行动告诉世人 他的灵魂有多强 灵魂宇再度停了下来 这一次 他停留的时间比之前更久 站了一分钟都没有动静 这下该停了吧 可是他没坐下来 还有可能继续前进 这里 已经是巅峰神尊了 再往前 第一层 又该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第一层是什么 神王们见识有限 并不清楚其中的含义 几个神尊却是清楚 第一层意味着什么 那是意味着 玉魂生一百一十七子 意味着通往彼岸至关重要的一步 灵魂如果迈不出这一步 彼岸境就只能是妄想 几位神尊 此刻也变得紧张起来 他们很想知道 灵魂宇能不能走到第一层 他们很清楚 彼岸境才是一个种族的顶尖站立 如果能多一个彼岸境 那比多千百个巅峰神尊都有用 灵魂宇在第二层站了 足足有十分钟 缓缓睁开了眼睛 原来是一个与灵魂有关的古服 可惜 依旧是残缺的 拿来当阵眼 倒也是可以 只是没别的太大用处 不过布置这座阵法的人 对阵法一道 倒是了解极为深入 难道是以阵入道的彼岸境大佬 玉竹丫头喜好阵法 若是能受到她的教导 或许能让玉竹丫头 真正步入阵道 灵魂宇嘴角微扬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她再度抬起脚步 向前走去 她动了 她又动了 她真的能走进第一层 玉魂生子 她的灵魂是玉魂生子 神尊们一个个激动无比 玉魂生子 这代表搜索老汉86AT07AT3804 五甲乙十日 林墨宇就是一个彼岸 可能这个时间都不会太久 几百年都够了 几百岁的彼岸 圣尊应该也不成问题 人族大姓啊 我人族之姓啊 几位神尊激动无比 全身都在颤抖 林墨宇稳稳地踏入第一层 然后随意找了蒲团盘膝而坐 整个动作随意自然 毫无压力可言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第一层对应的是 四品巅峰灵魂境界 玉魂生子的境界 可是她早就是彼岸境的五品灵魂 甚至在五品灵魂中都有所进展 以她的灵魂层次 在这里如果要感受到压力 那才叫见鬼 林墨宇旁若无人的坐下 也确实旁若无人 在第一层至第三层之间 只有她一人 林墨宇的这一动作 震住了所有人 神尊们带着激动的心情 也缓缓坐定 毕竟是神尊 定力还是不错 很快就缓过来 天空之中 林家的那位高阶神尊 同样目光复杂地 看着林墨宇 最终 她轻叹了口气 忍不住感叹 后生可畏 她算了下时间 朝着道场朗声道 讲到即将开始 请所有人落座 晋升 神王们纷纷寻找到 适合自己的座位 仅仅十分钟后 整个道场再度变得鸦雀无声 林墨宇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从星辰之外赶来 这股力量气势磅礴 携带着规则之力 不是巅峰神尊 这是彼岸境的力量 自杀神尊 难道不如彼岸了 不对 虽然很像彼岸 但是并不纯粹 很奇怪 林墨宇灵魂十分敏锐 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 不同寻常 彼岸境她见过 朱祁武的那种 半步彼岸 她也见过 朱祁武从刚刚感悟突破 到后来她进行探案血路 林墨宇都在场 从巅峰神尊 到彼岸境的变化 林墨宇都十分熟悉 眼前来人 既不是巅峰神尊 也不是彼岸境 这种感觉很奇怪 是她没见过的 带着好奇 朝着天空望去 目光越过千万里续空 看到一个人 正以惊人速度靠近 速度超过了巅峰神尊 如同瞬意一样 瞬间越过千万公里 出现了道场之上 她穿着血色长袍 全身都透着浓浓沙意 在她降临的瞬间 所有人都感觉 仿佛置身血海 天空变得星红 浓浓的血腥味直达灵魂 就算封闭嗅觉 都无济于事 仿佛受到血海影响 心中生起无尽的杀意 想要拿着法宝 把身边的人给杀了 直至血沙神尊 坐上清玉台 发出一声轻壳 所有幻觉 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 天地恢复清明 重见日月 许多神王都大汗淋漓 心底发毛 他们差点 已经要动手了 这就是血沙神尊 真的好可怕 这就是巅峰神尊的力量吗 血沙神尊的血沙之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太恐怖了 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有人都心有余悸 甚至不敢去看血沙神尊 灵魂于此刻却是知道 为什么那些灵魂弱小的神王 要被剔除 他们根本承受不起 血沙神尊自然流露出来的杀意 极有可能变成只知道杀人的疯子 甚至是灵魂崩溃 当场生死 灵魂于看着血沙神尊 他隐隐感觉 血沙神尊的状态有些不对 刚才的杀意 血沙神尊并不是故意为之 而是无法控制 但是现在 他又控制了自己的杀意 真是奇怪 血沙神尊也看向灵魂于 眼中有些哑然 灵魂于能坐在第一层 说明灵魂于的灵魂 已经到达欲魂生子的地步 可灵魂于的实力 仅是小神尊 这种强烈的反差 让他同样对灵魂于充满好奇 两人的目光短暂交错 微微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随后 血沙神尊朗声道 讲道开始 谨守心神 若有不知 可起身 自有人送出道场 他声音清朗 并不带丝毫杀意 与之前截然相反 灵魂家人已经在空中准备 如果有人起身 就将之送出道场 我知道 为血沙之道 只适合于我 与外人无用 故而 此次讲道 讲的是大道 是自己的道 而不是他人之道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 何为道 法则之上 法则之下 皆是道 血沙神尊所讲的 并不是具体法则 更非具体的修炼之法 而是更为高深的东西 道 什么是道 道心 意志 修炼之路 皆是道 如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道 走出一条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这才是正确的修炼之法 在血沙神尊的讲述中 寻找到可以从神王就开始 可真正能走上道的 至少也是神尊 血沙神尊口吐精莲 许多人都听得入泥 他们身上法则涌动 已经在试图寻找自己的道 还在神王 或许找不到 但可以去思索 可以去尝试 修炼 如果只走前人的老路 那么尽头也已经被陷死 只有走出自己的路 才能达到更为高的地方 林墨宇听着血沙神尊讲道 他对道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早就确定了自己的道 双方互相印证之下 让林墨宇想得更多更细 林墨宇同样闭着眼睛 他并没有沉迷于血沙神尊的道 而是在思索着 自己接下去的要走的道 逐渐地 一丝血腥味传入灵魂 血腥味越来越浓 转眼间已经从若有若无 变得浓郁无比 睁开眼睛 林墨宇看到了满目的血海 不知何时 整座道场已经变成了一片血海 血沙神尊坐于清玉台上 成了血海的中心点 血沙神尊全身心讲道 似乎并不知道 他已经将整座道场化作血海 而那些听到入迷者 也同样不知道道场化作血海 距离血沙神尊越远的地方 血海的力量越弱 否则普通神王根本承受不住血海的力量 灵魂会直接被侵蚀 可还是有人被惊醒 发出惊呼本能的起身 他刚一站起 了诺的就被送出血海 早就准备好的林家人将之冲出道场 讲到越久 承受的压力越大 当承受不住时 血沙神尊就会将之送走 如果自己感觉承受不住 也可以主动站起 同样会被送走 林墨宇从血海中感受到规则之力 看来 血沙神尊对自己的力量掌控十分精确 可之前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故意为之 林墨宇觉得不太可能会是故意为之 其中必然有原因 他一心二用 在听讲的同时 也关注着血沙神尊 很快林墨宇便发现 血沙神尊的眉头不时会皱上几下 每每皱眉时 身上就会有沙意透出 那是真正的沙意 是要杀人的那种冰冷而无情勇 血沙神尊似乎是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杀意 可有的时候又会控制不住 果然有问题 林墨宇确定 血沙神尊必然有问题 灵魂之眼再度开启 这次他看到有丝丝缕缕的线条 从各个修炼者身上飞出 连接到了血沙神尊身上 这些线条非常微弱 用足了灵魂力 才勉强能看到 它们时影时线 若有若无 难以看得清楚 这是什么 不是信念之力 也不是法则之力 血沙神尊讲道 难道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对他有什么用 林墨宇又发现 自己身上竟然也有一条线 连接到了血沙神尊身上 普通人发现不了这条线 即便是巅峰神尊都发现不了 就算玉魂生子都没用 必须要真正达到五品灵魂 开启灵魂之眼后 才能看到这条线 伸出手试着 握住这条线 手却从线中穿过 根本握不住 这条线介于虚实之间 像是法则线条 又有所不同 到底是个什么动线 带着疑惑 灵魂力化作大手探出 灵魂力与线条接触的刹那 林墨宇浑身一颤 眼前幻象丛生 无数个碎片式的画面 从眼前闪过 血海 红线 破碎的星空 大战的强者 画面乱七八糟 在眼前一闪而过 293换个人都无法看懂 但林墨宇却看懂了 红线来血黑血大界 血海则是一位 大世界的远古强者 操纵血海的远古强者 与黑血大界的入侵者 发生激战 最终同归于尽 黑血大界的入侵者 身体炸成无数血线 融入了血海之中 血海最后演化成了一方传承 在树干年前 被血沙神尊获得 这道传承称之为血海 并不是外界所传的嗜血法则 血沙神尊也因此 获得逆天战利 亦非冲天 可他并没有发现 在血海传承中 还蕴含着黑血大界 入侵者的可怕意志 这些意志在血沙神尊 动用秘法 强行提升境界后爆发 开始入侵血沙神尊的灵魂 要把它变成一个 只知道杀戮的怪物 可血沙神尊 原本就习惯了杀戮 本身又掌控着杀戮法则 可以与之对抗 最后 血沙神尊把自己的杀戮法则 与血海传承融为一体 形成了血沙之道 只不过黑血大界 入侵者的血线依旧存在 依旧在侵蚀着他的灵魂 血沙神尊数千年来 一直在与之对抗 只不过 开始逐渐落下下风 也正是因为血线的存在 血沙神尊迟迟无法进入彼岸 若是没有血线 血沙神尊早就是彼岸境强者 而现在 他半只脚踏进了彼岸境 另外半只脚 却怎么也进不来 而且他依旧有可能受到血线的侵蚀 失去理智 变成只知道杀人的怪物 到时候 即便是彼岸境出手 也将是场大灾难 附近的几座星系 都会被打崩 死伤者将不计其数 林墨宇看着血沙神尊 眼中闪烁过复杂之色 血海变化 开始翻滚不止 对别人来说 血沙神尊依旧在讲道 而对林墨宇来说 血沙神尊已经停止了讲道 在他的视线中 血沙神尊同样看着自己 目光中略带一丝疑惑 年轻人 你要杀我 血沙神尊对于杀气十分敏感 林墨宇刚才念头刚动的时候 确实生起过一丝杀意 被他捕捉到了 林墨宇并不否认 你的灵魂有可能被侵蚀 血沙神尊愣了一下 随后眼中露出惊 你能看到因果线 原来那些线条叫因果线 也正是这些因果线 让自己看到了前因后果 因果法则 林墨宇忽然明白了 这些线条代表的含义 正是因果法则 当年佛族的一名古佛 曾利用英国法则 对着自己打出了一掌 古佛一掌 穿越无尽空间 从佛族之地直达战场 差点杀死自己 朱天也曾经利用英国法则 确定是自己杀了死了空文佛陀 英国法则有多神秘 可见一斑 在第一梯队的法则中 英国法则的排名无法界定 就像命运法则一样 它或许没有什么强大的攻击力 但却是神奇 AAA无比的存在 血沙神尊面对林墨宇的沉默 忽然露出一丝笑意 小友捎带 等我讲到完毕 再与小友解释 林墨宇点头 好 林墨宇并不着急动手 若是他真要除掉血沙神尊 随时都可以 在他手中 还有深渊龙魔的灵片 用来施展尸体 交流影二 九语乌五九加零 零比七 妖 爆裂 足以炸死彼岸镜的强者 更何况只有半只脚 进入彼岸的血沙神尊 血沙神尊 曾经为人族做了很多贡献 是英雄 林墨宇勾动人魂网络 把血沙神尊的情况 转告了好圣尊 他想从好圣尊口中得到答案 仅仅一分钟后 他就得到了好圣尊的回答 等我过来 好圣尊竟然要亲自过来 不过林墨宇从中也听出了别的意思 好圣尊明显是知道此事 想来也应该知道 人魂网络下 没有什么事 可以瞒不过他们 更何况 林家也有彼岸镜强者 血沙神尊的讲道还在继续 血海的力量不断积累 有越来越多的神王承受不住 被迫离开道场 不过他们眼中都带着兴奋 从血沙神尊的讲道中 他们都获以匪浅 一天之后 讲道结束 血海如退潮般收回 回归到血沙神尊体内 血沙神尊朗声道 此次讲道 至此为止 他的声音如沉钟 惊醒了道场内的剩余人员 百万人来听道 能听到最后的 仅有不到十万 九成修炼者都在半途离场 能留下来的 灵魂境界 至少都是三品高等 众人起身 朝着血沙神尊行礼 多谢血沙神尊传道解惑 血沙神尊坦然受之 祝各位师弟 道有所成 很快 道场中人去楼空 只剩下第一层的林墨宇 还有清玉台上的血沙神尊 林墨宇微笑道 你现在可以说了 血沙神尊并没有回答 此事说来话长 小有可愿 随我去邻驾 听我慢慢道来 林墨宇微微点头 可 两人飞离道场 朝着邻驾而去 林家位于主星系的一号星 与二号星相聚并不遥远 整颗一号星都属于林家 半路上 血沙神尊微笑道 林小有天纵奇才 血沙早有耳闻 今日一见 才知世人所言太过不足 林小有之才原超传闻 林墨宇可以看到 并且触摸到因果线 得知其中因果 显然林墨宇的灵魂已达彼岸 只要半路不天折 成就彼岸已是板上钉钉 林墨宇微笑着 前辈客气了 血沙神尊眼中带着一丝羡慕 林小有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 是不是心中有疑惑 林墨宇微微汗手 确实有些疑惑 黑血大街的入侵者 他们的力量十分诡异 让人防不胜防 前辈 能与之对抗树干年 晚辈同样佩服至极 解决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